社區營養師穿梭在社區的每一處 帶給長輩無限的溫暖與營養知識 國民健康署107年開始推動社區營養推廣中心 至今全國各縣市已成立43處 聘請64位營養師走入社區 提供各種在地化的營養服務 回顧一路推動的歷程 鼓勵各地方政府社區營養推廣團隊的努力 我們同學會國民健康署 在這段時間非常努力在推動我們的根本大法 就是說我們的營養體健康女士出進房 我們在去年一個時候 通過這次的國民養界 已經我們都非常高興的事 是我們給大家一個歌劇的掌聲 另外 我們努力 如果沒有立法院立法委員 來幫我們的時候 這是沒有辦法推動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報告一下 有一位地方在立法院 推動這個法院是在裡面當我們去 幫我們在這個會議頭去處理的 讓我們這個會議 順利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就審了 小時候我們都會只要認知到來立法院啊 有些法案要通過可是不容易有要過然後幾圈啊 那這裡面呢我們要介紹的就是我們今天套餐的 吳一群 如果給我們增添的能力一點 我們的屬服要走得更快一點 大家一起來照顧民眾的健康 我覺得這個 這個營養姐姐剛已經出境房 通過之後 我有時候 一個人進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心裡是充滿了感恩 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那我覺得我從108年 我們這個社區計劃106年失敗 108年開始接近 支持人到這個法案的通過 我覺得這一路走來 我覺得心裡還蠻多的這個感觸 那我當營養師 其實我印象很深刻 其實青年的時候 當時我們的 創案的會員酒店裡面有一位衛生球 他本身是營養師 然後還有一位食品背景 然後再來退休之後 再來衛生球 那後來因為營養的營養到國間課 然後現時衛生女殷 那個科的名稱不太一樣 就移到不同的單位 那這段時間其實 真正在社區裡面做營養 其實幾乎大概是沒有 所以以前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在在練公共衛生營養 或是社區營養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好像感覺是在虛錄的標明 我們都是念的是國外的教科書的內容 但是國外教科書那一些的東西 其實在我們台灣 我們其實是沒有一個場域可以看到 在我們台灣 我們的社區營養師怎麼推動 那我覺得這個法案的通過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一個意義非凡的事情 未來經過目前的 經過我們社區營養師的努力 我們國建築或是福利部的支持 那現在在我們的社區營養 中心已經有至少附屆的43個點 有60幾位 今天又持續增加60位 那剛剛是長數明年還會再增加 那我們這一步一步的 把我們社區營養這樣子的 這個預防的觀念在我們的社區裡面落水 而且讓我們的學生 在學校讀書的時候 未來有一個場域 可以去看到我們社區營養 在我們台灣推動的狀況 不再是 就是一個空有學識 空有理論 然後我們國考有社區營養 公共衛生營養這一門學科 可是我覺得當時真的是考起來 真的我也忘了我是怎麼考 我印象中我這一門科目 好像是所有科目裡面成績最差的 哈哈哈哈 那我覺得你剛剛現在就是說 所以這個法案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我真的是意義非凡 然後也讓我們營養師 其實在過去營養師都是在醫療體系 因為我們都follow了 都是營養又是在後端的營養的治療 那但是其實營養應該是在這前端 因為我從小到大 所以市長也一直希望就是未來我們社區營養可以服務全面 所以署長也一直在跟問候不爭取營養師的能力到到位 然後未來就要服務全面 全國社區營養推廣中心成果展示活動 邀請跨部會縣市學校 民間團體及社區民眾一起參與 帶領大家穿越時光廊道 瞭解社區營養推廣中心的發展過程 跟透過分享互相觀摩學習 共同營造高齡友善健康飲食網絡 那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波林斯大市裡面來講 有七項多跟慢性肥油管 包括Idean進行血管 接近後 就在裡面告一說 那這些都風險 因此無次大危險的風險因此 或者是五大風險因此 那麼其實怎麼樣去做腿跟血 我們要去做疫苗做健康促進 那可能跟很多人分享說 我們的問題 健康促進應該是前年前程吧 那應該是前年前程 就是所謂的健康促進 你不需要是 那是愛 從出生往後 一直到 長老道路永久的時候 做前程都要做健康促進 不會說你生了變到醫院 去做治療以後 就不需要做健康促進 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健康促進是所有的 來自在裡面都必須要去出現的 所以我們要從三到六以來 改變來出名道 當然 你當然明定的要到醫院去 醫院就算必須要治療以外 也要幫你做健康促進 其實過去的鹽港 就是在醫院這邊 那到了 那需要鹽港吃的時候 才會去鹽港吃的 幫忙跟協助 那我們需要 在未來的時候 就是會建立人為動向的 社區為基礎 就需要能夠把這種樣的 健康促進往前推 推到也是健康的 社區推進 國建樹表示 社區導入營養服務 是建構健康促進工作的基石 透過不斷精進各項營養服務內容 並同步培訓種子師資 輔導共餐據點及餐飲業者 連結跨專業合作參與 期許未來能達到 全國368鄉鎮市區 皆有營養服務的目標 作詞 cara